各位要知道 在修學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要進步快一點 是有捷徑的 其實佛法是有捷徑的 佛法如果沒有捷徑 那天台中就不要叛教了 不要叛教了 就沒有高效了 為什麼天台中要叛成障通別言釋教呢 為什麼他 他每一個法門 他的有些是腳踏車 有的是牛車 有的是大白牛車 就是說 他的進步速度有快慢 不是說你學佛久你就進步快 不是這個意思 跟時間沒有關係 跟你的方法有關係 你沒有掌握一個方法 你學佛三十年還是老樣子 因為你走不出妄想 你的人生就無解 你男生來照樣打你這個妄想 你如果說要進步快 你要先找到你的生命的原點 就是那個眼睛說的 你從什麼地方來 這個道理太重要了 就是你要住在什麼角度 如果你住在妄想的角度 來處理人生 你今生無解 你也不可能往生了 不可能 因為你自己把自己綁住了 你的無量的妄想 那個佛號根本沒有用 你根本走不出妄想 所以臨終的正念 什麼叫臨終的正念 就是走出心中的妄想 簡單一句話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有妄想 但是你不能隨他而轉 我要求你沒有妄想 這個叫做強人所難 因為沒有人做得到 所以臨終的正念 有兩種 一種是聖人的正念 它是萬里晴空 一如明眼 完全沒有妄想 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偶依大師 印光大師的臨終正念 沒有妄想 我們凡夫的正念 叫做不隨妄轉 不是沒有妄想 就是你不要受他干擾 那麼不受他干擾 你站的位置就很重要了 站對位置就很重要 這是關鍵了 我們要站在 本來沒有煩惱的角度 來面對煩惱 要站在 本來沒有罪業的角度 來懺悔業障 要站在 本來沒有生死的角度 來聊生死 也就是說 你要站在一個 本來沒有妄想的角度 來處理事情 就是把生命回到眼點 這個你平常就要訓練了 我們舉一個實際例子 比方說 你跟你兒子起爭執了 你跟你兒子之間 會起爭執一定有業力 這個事處必有 一定有業力 不是 反正這個孩子來 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他來還債 第二個他來討債 他如果來討債 他給你的痛苦就很多 他如果是來還債 他幫助你就很多 但是也不可能全盤是討債 也不可能全盤是還債 所以人生的因緣就是苦樂參差 假設這個兒子 他處理到你了 你要怎麼解決 你一定打妄想 因為這個業力刺激你 感受妄想執著 你就注重你的妄想 這個時候你就沒辦法解決了 你要告訴你自己 你本來沒有這個兒子 你本來就有兒子嗎 沒有嘛 你是因緣合合虛妄有生嗎 你本來就沒有嘛 你最後也沒有嘛 你死亡的時候 你有把兒子帶走嗎 也沒有嘛 所以這個兒子是個過程 本來無異物 你何必惹誠 這個本來無異物 太重要了 你本來就沒有這個兒子 大使是個因緣業力的顯現 其實這種公式 放諸四海皆準 你本來就有房子嗎 你本來就有兒子嗎 完全都是因緣合合虛妄有生 所以 我們今天 要不隨妄轉 你要先從妄想裡面跳脫出來 這個很重要 叫做安住真如 這個任緣經 整部任緣經講的實檢 開悟的任緣 就是告訴你安住立 你要站在什麼角度來處理問題 我們人生有兩種思考模式 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你有兩個選擇 看你是要站在空的角度來面對有 還是你要站在有的角度來面對空 反正人生不是有就是空 一個有智慧的人 他站在本來就是空的角度來面對有 你是自在的 因為這些因緣沒有人可以 不能障礙你 你就能夠做你該做的事情 站在空的角度來面對有 這個是大智慧的人 你執著有 來面對空 因為你總有一天要空 你死亡到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了 你人生就很無奈了 你完全被葉歷牽著走 被妄想牽著走 兩個都牽著你 我們現在會把人生動得很複雜 會把自己搞得很痛苦 就是我們站錯的位置 我們思考事情的時候 我們習慣性站在有的角度來面對空 我們太在乎心中的妄想 心中的影像太在乎了 太在乎的結果讓你精神很痛苦 第二個你生生世世的業力就很重 你要觸動的生死業力 所以在這個地方很重要 諸位你還記得嗎 你本來親近 本來自在 本來平等 你還沒有離開家之前 你是這樣子的 後來離家出走以後 你跟那些乞丐搞在一起 你就整天跟妄想打成一片了 但是 你揮霧 你從剛開始離家出走的時候 你是怎麼回事 你要把你原來的面目找出來 我說你人生無解 本來親近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站在本來親近的角度來面對人生 所以我們遇到事情 諸位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不是馬上緩應 記得 是調整心態 如果你現在起煩惱了 不要馬上跟你講話 這個錯 不對 你先告訴你自己 我本來沒有這個事情 你要先從妄想裡面那個跳脫出來 你要先遠離對立 那麼你站在一種 本來親近的角度來面對人世 你的心是寂靜的 你不斷地信念你自己 告訴自己 何其自信 本自親近 先念三遍以後 再來處理事情 你慢慢慢慢 你就在真如裡面安住了 臨終的真念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諸位臨終的真念不是靠佛號去壓妄想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以為用佛號去壓妄想 你不是妄想的對手 偶爾大師說 他說你這個人不理官 沒有真實安住真辱 用佛號來壓妄想 他說你一天 持十萬生佛號 一天十萬生佛號 遲一百年 他說你壓世的妄想如爪中土 你沒有調伏的妄想如大地土 你完全世修不可以的 臨終的正念是靠理官的了 諸位 你不可能說 你深深思思打這麼久的妄想 白天也打睡覺也打 你今生幾十年就要處理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個意思了 不是這個意思了 你是靠智慧找到生命的安住處 銀河陰柱銀河降伏其心 安住歷史根本 你安住錯了 後面的調伏引導 沒有太大意義了 因為你安住錯了 你就很辛苦了 你整個人修道多辛苦啊 你花別人很多的時間 效果更糟糕 沒有效果 你站在妄想的角度來處理妄想 完了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找到我們生命的安住處 雖然我們還是會打妄想 但是你不能住在妄想上面 你要住在你的本來親近的角度